文化文化 人員的介紹 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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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Stephanie 90後的獨立設計師 這個房子本身的外觀是法式建築 地上三層大概有180坪的樣子 和另外一个室友两个人住住在这里 原来我们租下来是一个毛坯房 因为预算有限 原始的构造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动 硬装只是粉刷了墙面 以及做了水泥滋流瓶的地面 像家具会收一些老的一把椅子 也就一百来块钱 平摊下来每个人每个月的花费只有三千多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空间来居住 所以我们就选择来搬到郊区 一楼的空间是一个参客一体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一些好看的餐具 是进行外部的摆放的 看起来相对具有烟火气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生活 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餐桌这个附近 所以当时选择了一个两米多长的一个餐桌 客厅主要是以壁炉作为一个视觉中心进行展开 搭配了一些溜金的法式镜子 以及一些装饰画 我主要搭配了红色和蓝色两个撞色 颜色色彩更加的浓郁 二手中古的一个小的沙发 整个的设计是非常符合人机工程学的 吊灯是当时在德国找的一个中古的二手吊灯 它是一个黄铜和幼木的材质 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 当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会有光线斜着洒进来 会显得非常的温暖和舒适 一层的原始洗手间的位置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 刷了一个酒红色的漆 配上了黄铜的镜子和壁灯 二层目前有两间卧室 我的房间的背景墙我刷了一个粉绿色 现在冬天我就会搭配一些补色 增加这个空间的活跃性 当时为了节省预算 用砖器的一个床头 可以放一些书籍 以及一些小的生活用品和装饰画 选择了一米二的床 尽可能创造整个空间 从视觉上看起来是比较大的 在一些中古市场找到了这盏台灯 一个经典的外星人台灯 那个两个角很好看 我本身的衣物并没有很多 本上是放在两个柜子里面 我会根据衣服的色系进行收纳整理 但凡买一个新的东西 我一定会把旧的定期的清理 你在扔的时候觉得越心痛 其实你在下一次买的时候 就会相对比较慎重 卫生间为了节省预算 只是刷了水泥漆 用浴帘进行了干湿分离 三楼本来的空间是一个会客厅和一间主卧 加上一间主卫 我将原来的格局改成了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以及一个小的会客厅 会客厅部分现在是我的一个小的书房和画室 这个阳台的外面种了一棵卵树 在秋天的时候 这个窗景是非常的迷人的 黑色的房间为了打破这种黑色带来的沉闷感 我特地选择了一些红色的软妆饰品进行局部的点亮 另外一间刷的是一个深绿色的背景墙 两间卧室分别是可以招待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偶尔来住的 一周可能会去一到两天的时间是去项目现场 其余大部分时间我就在郊区这附近进行活动 其实搬到郊区来也并没有觉得很不方便 生活变得更加的自在更加的平静 我觉得对于家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房产证上 即使是租房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去认真的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